只要插入健保卡就可以透过健保云端药力 看到患者最近用药及影像检查等资料 台南青梅医院就是利用这套系统 并和273家基层诊所签订联盟 使得今年第三季门诊量跟去年同期相比减少6000多人 门诊量下降2.1% 医师自己可以认证过的一个诊所照付品质 所以病人相对他就会比较有意愿下 就是回诊所做追踪 为了落实分级医疗 避免民众小病或轻症就往大医院跑 健保署从今年7月起 要求医学中心区域医院门诊量 必须逐年减少2% 目标5年内减少10% 否则健保给付就会受影响 结果新智上路3个月 已有其美等8家医学中心 38家区域医院达标 我们当然是一直希望培养 所谓的家庭医师的概念 所以能够就近照顾 这是我们的目标 不过医改团体质疑 医院门诊减量未必是亲征患者 建议公布各医院减量对象 才能避免医院投机取巧 减的到底是不是减初级照护的亲征 比如单纯的感冒高血压的病人 还是减的是重症复杂的病人 健保署强调今年以编列3.87亿元 国立院所间建立转证机制 108年更将预算扩编到9.47亿元 另外健保署也将调高地区医院 假日看诊诊查费 鼓励地区医院在假日开诊 方便民众就医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